人的身体是一个发放频率的器材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 但其实是更加多 你是一个拥有电磁力信号的智能生物体 当你用身体去吃饭 体验生命 进行性爱 用你的五观等等 就是不断将电磁力信号 演绎成有意义的生命点滴 对很多生物体来说 人类是一个频率 是一个集体的智能频率 会发放数据 藉着情绪发放频率 有些生物体 会利用人类发放的精神情绪频率 做很多事 例如黄金的频率 可以左右你们的意识 水的频率 可以帮你淨化 或者帮你解渴 慢慢你会发现 人类的频率 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功用 在之前的章节也有提过 身体里面有一股能量 叫做Kundalini 好像一股巨蛇的能量 埋藏在尾龙骨底部 可以结合和整理你们的身体 你们的身体是一个光身体 当身体的电磁力不断变化提升 Kundalini可以稳定个人 令你们更加接地 传统上 人去到40岁左右 Kundalini就会释放 帮身体充电 因为去到这个年龄 一般人都会足够成熟 可以承托这股力量 虽然能量本身 它的原意是令人变得更加精神 更加年轻 你们可以善用这股 充满创意的力量 但也对很多人来说 由于这个能量实在太大 反而会令到他们开始衰老 个人走下坡 体验Kundalini 感觉就好像有股能量 集中在尾龙骨底部 生殖器官附近 Kundalini会通过身体运行 一直上到他的脑 所以你们会想生子 繁殖下一代 有些人体验Kundalini时 因为感受到这股上升的能量 但又不知怎样好 他们会想做外 甚至极端些 会去强奸这些行径 这样解释 你就会知道多一点 自己的构造 你的能力 例如创造的能力 疗愈的能力 想得到一些东西 所有这些能力 推动力 都是出自自己内里天赋的能量 人对于改变 人对于改变 成长 发挖身资讯都会有抗拒 而这种抗拒是不自然的 就像program了一个电脑 你的身体被编码 会怕接触新的事物 会怕违背了你的神 或者不敢与你的神 平排看待自己 当人类寻求更多知识 知道更多 就会更接近真相 身体的细胞 本身是很自由 出出入入 会自动去复制自己 那细胞 在哪里收到指令呢 就是从你的信念 相信那一套 从你的生命蓝图 还有 视乎你怎么样生活 全部都有一个能量模式 细胞就会按照 你的能量模式去生存 当你打开思维 能量模式就会改变 细胞也会跟着改变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理想的身体 你可以传指示 重新调配细胞 修复细胞 每个人都有天赋的生命力 但很多时候就受到周围的影响 例如你尊敬 你觉得有些东西是合法 合理的 一定是这样的 就算那些是恐惧 和负面的思想 都会甘愿接受 例如说 有一个人有些不好的经历 他就会周围告诉人 他负面的演绎 而人听了 就会有个概念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有生物体 一直控制住人类 不想让人类知道这么多东西 他们之前建立了一道频率的围墙 地球就一直被这股频率控制包围住 但现在 这道无形的围墙 已经被侵袭 就好像一块瑞士芝士一样 就是说 充满一个个孔 令到不同形体的光 可以渗入地球 当宇宙能量来到地球 成千上万的人类 现在就可以重新演绎 理解 善用Kundalini Kundalini是生命力量 与你同步震动 当Kundalini 在身体里面上升 就会与宇宙的力量结合 身体 会更有力量与精神 就好像一条光柱进入了身体 适当的运用 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事情 例如可以用Kundalini 作为疗愈 到能量可以聚在你手里面 那你就会有一对疗疗愈的手 在你们有生之年 这股能量会继续扩大 你可以用它来淨化食物 做疗愈 清洁海洋 河流 土地 在地球上 很多毒素 污染 你都可以转化为清洁的能量 只要愿意去相信的人 就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些事 当你相信 练习 寻求真相 你就会有得着 然后你就会展示给别人看 这份天赋的礼物 真是对整个地球 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力 如果你病了 都可以启动身体里面这一道能量 重点是要认知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令到自己病了 我都可以令自己好 那我是不是 还要去受别人的限制 或者别人告诉我 病痛就是这样的呢 关键是 爱自己 尊重你的軀体 要知道你是无价宝 你好幸运 收到一份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的身体 另外 请你爱惜这个地球 因为地球提供了个舞台给你 去演绎你多姿多彩的舞台剧 爱自己 和爱地球 那你的人生就会更加轻松了 你的身体会开始展示更加多神奇的能力 五官会更加发达 例如你闻到的东西 会更加触及情绪 心情 和整体健康 你可能会说 我觉得将这些香草放在食物里 或者放这些香荤 在一间屋里 我会有多点能量 如果用这一样东西 个人会平静一点 学习 善用周围的植物 它们是地球的礼物 我们强调了很多次 你身体正出现一些巨大的改变 每个人都会得到指引 但要避免一次过好尽了能量 要聆听你的身体 如果一次过太多资讯 你又没有时间去消化的话 就会负荷过重 就好像驾车一样 你不用经常驾得很快 你会驾快点踩下油门 在交通灯面前停下 会转弯 不同地方有不同速度 能量都一样 有时要加速 有时要放慢 身体就可以慢慢适应 改进 你要明白 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不要觉得羞耻 身体本身是没问题的 但现代人就有些概念 例如觉得Bobby公仔 是完美女性的体态 如果自己不是这样 就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反感 你们见到所有东西 从最简单的玩具 去到最复杂的电脑 全部都影响着你们 如何看自己 有些女人会强迫自己 折制自己 想把自己 塑造到好像 一个Bobby公仔 其实 他们就是束缚着 自己选择的自由 人的身体有不同形态 不同尺寸 你看到地球人 个个样都不同就知道 如果人类只有一个模式 就会好像公仔一样 剩下几款的样子 过去几千万年 你们作为人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看不起自己的身体 不会欣赏自己拥有的能力 因为在周围 没有人会鼓励你 去接受欣赏 善用你的身体 我们会将你的身体 和一辆车比较 就好像有人跟你说 千万不要打开车尾箱 那里不好的 不要用它 不要放任何东西 不要放任何东西 虽然车尾箱就在 但不要碰它 得到这个比喻吗 是荒谬的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给你们听 因为我们想 启动你的细胞记忆 你的灵魂进入身体之前 有些记忆 是藏在遗传因子上 有一天你会知道 这些是怎样发生的 你都会知道 在睡觉时 有很多东西在你身上进行的 很多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好像打烂症 或者有些电流通过身体的感觉 这些都可能是 追加记忆进入你身体 帮你准备来近的人生旅程